天高海阔 张修杰 就引起大家这么大的注意 现在这个事情在媒体当中 可以说是所有问题的焦点 那么拜登这个机密文件门的发展 确实令我有点惊讶 开始我以为发现一个文件 然后又马上交给了司法部 民主党肯定会利用这个事件 说你看我们民主党的总统 发现这个机密文件之后 马上报告司法部 不像你们共和党的总统川普 机密文件在发了传票之后 还不拿出来 一直到联邦调查局冲进去 才搜查出这么多机密文件 现在拜登这个机密文件门事件 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现 现在有些媒体报道说 发现了16份机密文件 有些媒体报道说 发现了20份机密文件 还说这些文件当中 有一份是所谓的极机密 我不知道美国这个文件的密集 是怎么分的 以前我当记者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机密文件分三个等级 一个等级就是秘密文件 这个秘密文件的等级 如果我们当记者的 把这个秘密文件给了外部势力的话 那么我记得我有一个前辈 因为这样好像被判了 有期徒刑七年 那么在上一集呢 就机密文件 如果秘密文件都判七年的话 机密文件呢 大家都可以想象 刑罚肯定会更严重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记者肯定看不到的 就是绝密集文件 那么中国的秘密文件 大概是这样分级 秘密机密绝密 美国的秘密文件 怎么分级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媒体的报道 应该说拜登的手上 有一份极机密的文件 拜登的这个机密文件门 越烧越大呢 会不会影响拜登的 2024年的总统选举 变成了一个焦点话题 现在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或者一些左派媒体也好 在讲到拜登的这个 机密文件门事件 都聚焦在这里 拜登2024还会不会 能够选上美国总统呢 还能不能成为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呢 而现在民主党一些人 特别是克林顿的 一些法律顾问啊 或者是希拉里 一些法律顾问啊 都认为这个事情 可能是拜登2024年 竞选总统的一个绊脚石 前总统克林顿的幕僚 格根他在接受西安访问的时候 他说这个事件非常非常严重 不是在法律层面 而是在政治层面 这是一件非常重大 非常重大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他讲了不止三遍 他说这对拜登总统来说 非常重大 他说机密文件摆着 迟迟不处理 会让人们相信 拜登可能在这里边 隐藏着什么 如果连民主党的这些 法律专家都这样认为的话 那么拜登到底 2024还能不能选总统呢 最近我在东森电视台的节目 在录制过程当中 我问了一个来宾 因为这个来宾 他本身跟共和党的高层 跟民主党高层 都有一些日常接触 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 需要跟他们经常开会 他说现在在共和党当中 有一个关于民主党的传说 可能是这次拜登 机密文件门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传说是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再讲 不是卖关子 先跟大家讲清楚 拜登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拜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他这个机密文件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现 并且呢从这个发现的时间 到他交给司法部的时间 到他告诉媒体的时间 从这个时间段来看啊 拜登在这里边 似乎想隐瞒什么 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 斯考德说 他说拜登要么就是 绝对的伪君子 要么就是完全的无知 或者两者都有 反正呢 我们要对这个事情 查个水落石出 拜登自己在墨西哥参加 北美三国领导人峰会的时候 他就被记者问到 拜登说我的律师会尽责任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但是呢 现在律师告诉我说 不要去看这个机密文件 确实我也不知道 机密文件的内容 拜登似乎在解释 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非常开放 但是他不小心呢 露出了一个最关键的要点 就是他的律师建议 他不要去看这份文件 这样呢 就可以让拜登看起来 是斯考德所说的无知 我不知道文件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但是拜登这个解释 能够说得过去吗 我们刚才说了 现在民主党的这些前顾问呢 或者是前法律顾问呢 在讲到拜登的这个机密文件 门都聚焦在他2024 还能不能竞选连任 因为这里边有个非常大的时间差 就是其实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 拜登以及司法部 就已经知道有这个机密文件的存在了 只不过后来接二连三 再发现而已 在中期选举之后 大家还记得 拜登曾经到了小岛上度假 据说这个度假的目的 就是要决定 他2024要不要选总统 但是如果说 你在小岛度假之前 你就已经知道 有这个机密文件门事件的存在 而你又没有告诉媒体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 拜登的度假 确实在商讨过程当中 令到拜登非常的头痛 拜登能够顺利度过这一关 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吗 如果他要选2024的话 我觉得恐怕很难 因为从这个选总统的角度来说 这个事情把川普也扯了进来 川普2024 他很想选美国总统 但是民主党想尽了一切办法 包括冲进海湖山庄 搜查机密文件 把它打造成一个 川普失常机密文件 这样的一个政治事件 甚至是刑事事件 来攻击川普 那么如果川普 因为这个机密文件的事情 不能选2024的美国总统的话 那么现在拜登 也面临同样的考题 因为很多法律专家都说 这两个事情从表面上看 是完全一样的 失常机密文件的 这个严重程度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如果在这点上 是一样的话 那么拜登的答案就是 2024他没有资格成为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这次机密文件门当中 有一个人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索帕 索帕这个人 如果大家以前有听休息的节目 我讲过 因为中期选举之前 民主党大概知道 共和党会拿下国会众议院的 多数议席 会展开对拜登的一系列调查 那么所以呢 拜登就聘请了这个索帕 就拿来准备跟共和党打官司用的 预先先把这个非常厉害的律师 把他变成自己的法律顾问 未来共和党人在国会 如果调查拜登的话 如果要弹劾拜登的话 那么拜登就拿这个索帕 来作为他的代表律师 我们知道拜登预期 共和党人对他的追杀 肯定就在他的宝贝儿子 亨特拜登的这个电脑门事件上 但是现在看来 拜登的儿子还没用得上这个律师 拜登自己就因为这个机密文件门 要用上这个律师了 索帕在这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 是什么呢 据说是拜登的一个私人 是法律助理 在这个文件柜当中找到了机密文件 而这个法律助理呢 知道自己没有权看这个机密文件 马上打电话给索帕 索帕在拜登团队当中地位相当高 拜登对他也十分的信任 所以索帕赶快就通知了国家档案局 据说同时也通知了司法部 那么这里边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 这位法律助理或者是索帕 看到机密文件 为什么没有用其他的方式处理呢 比如说一把火把它烧了 比如说找个碎子机把它碎了 为什么这两位律师都不敢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知道 在美国不是所有的事情 总统都能够摆得平的 机密文件的内容 一定是非常敏感非常重要 所以他们才知道 如果他们擅自把这份文件给藏起来 销毁了 或者告诉拜登再采取另外的办法 把它藏起来的话 未来这个事情一旦曝光 那么这两位法律界的人士 将会面临十分严重的处罚 而作为总统拜登 也未必能够救得了他们 所以这两位律师 才没有为这个事情负责任 而是采取了最正常的做法 依法把这个文件上交给国家档案馆 并且通知了司法部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讲到制度问题 讲到美中两国的这个政治问题 很多听众朋友都不太理解说 那这个美国的制度到底比中国优越在哪里呢 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发生很多事情 跟和在美国发生很多事情 以中国的传统这个文化习惯来说 我们很难理解 我想这是拜登的机密文件门就可以让我们看清楚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之下 为什么这两位律师不敢隐瞒拜登的这个违法行为 因为有些事情总统是能够摆得平的 有些事情总统是摆不平的 一旦涉及到司法诉讼 总统在这个事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权利过问的 所以这两位律师把这个文件上缴到这个国家档案局 并且告诉了司法部 那么拜登这个机密文件门里边到底有什么最重要的因素 会影响到拜登在2024年不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上一节我们说拜登的机密文件门发酵到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媒体 很多民主党人都在关注一个点 拜登因为这个事情2024年还能不能出来竞选总统 民主党内有人非常着急 说为什么白宫对这个事情反应这么慢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向自己的选民交代 也有些民主党人静观其变 在共和党争夺议长之位的时候 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刘英平不是拿了一包爆米花 到国会众议院里边看共和党人的戏吗 其实现在也有民主党人拿着爆米花在看拜登的戏 那么如果拜登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够出来竞选2024的美国总统的话 这个机密文件门事件对拜登最大的杀伤力是什么呢 这个事件对拜登有三大杀伤力 第一大杀伤力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现这个机密文件 表面上看拜登的团队发现机密文件之后处理非常及时 马上把它交给了国家档案馆 然后通知了司法部 但是这次事件的发酵让民众看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拜登发现这个机密文件之后 他的团队通知了国家档案馆通知了司法部 但是没有在媒体曝光 一直隐瞒到中期选举结束之后 这个事情才曝光 并且现在还陆续发现了新的机密文件 这个事情就代表拜登对司法部没有隐瞒 因为司法部是拜登的自家人 对国家档案馆也没有隐瞒 因为他是总统国家档案馆 现在也是他自家人 但是他恰恰就对所有的媒体隐瞒了 或许左派媒体知道了也没有报道 但是无论如何 拜登的所作所为 等于对美国的公众隐瞒了这个事情 如果总统刻意对公众隐瞒一个事实的话 拜登从这个道德上还能够竞选2020的美国总统吗 这是对拜登第一个杀伤力 第二个杀伤力是到底谁要负责 现在左派媒体在造一种气氛 就说哎呀当初这个收拾文件的时候 都是一些比较基层的助理 在收拾这个文件 所以呢这个事情呢 拜登或许不知道 这个说法能为拜登解脱吗 其实你只要略略思考 你就知道这个说法不能为拜登解脱 为什么呢 这个文件的封面很明显写了机密文件 或者是媒体报道的这个极机密的文件 那么如果这个机密文件上已经有明确的标示 这些低层助理把文件打包 带回拜登家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不需要向拜登请示吗 当然要 如果他们没有经过请示的话 他们敢把美国联邦政府的机密文件 打包到拜登的私人行李当中吗 所以这个说法明显说不过去 今天拜登或许想找一个低阶层的助理 来把这个事扛下来 但是我们刚说了 不是什么事情 美国总统都能够摆得平的 万一这个低阶层的助理 就当初的助理 如果不为这个事情顶刚的话 把这个事情把拜登对他的要求告诉公众的话 那么拜登将会陷于一个更加被动的局面 所以这个谁要负责任 这是文件门当中对拜登的第二个杀伤力 很明显 如果没有拜登的批准 这个机密文件是不会到拜登家的 还有呢 关于这个机密文件打包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急急忙忙呢 这点左派媒体似乎也在为拜登在解释 说拜登当时卸任之前呢 还非常的忙 他在卸任前五天呢 还有很多重要的外交活动 那么这个原因可能会导致拜登 打包文件时候出了差错 但是恰恰就是这个所谓的 拜登很忙这个报道 为断送拜登的2024总统梦 埋下了一个非常阴险的杀招 这个报道是什么呢 说拜登在总统任期 副总统任期结束的前五天 拜登呢 还很忙外事活动 拜登见了两个人 一个是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的当时的总统波罗申科 一个在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表面上看似乎讲拜登为这个国事啊 十分的繁忙 在任期结束前五天 还见了两个大国的领导人 但是大家有注意到 这两个大国领导人跟拜登之间的关系吗 亨特拜登的电脑门事件当中说 说的这个贪腐的利益 就是来自中国和乌克兰 而拜登在任期结束前五天 恰恰就是见了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那我们再联系说 拜登的机密文件当中 就第一次发现的那批文件当中 其中有关于乌克兰的机密文件 那么拜登在这里边 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呢 这也是有些民主党人问的 说拜登这个做法 就让大家好像感觉到 拜登在这个机密文件当中 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如果这个不可告人的东西 跟他宝贝儿子的两大贪腐 丑闻的发生地都有关系的话 在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 调查过程当中 还会有更多为外人 所不知的秘密暴露出来吗 如果真是有的话 拜登还可能有 2024的总统竞选吗 这就要讲到 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讲的 关于民主党的传说 在共和党内啊 有一个关于民主党的传说 就是民主党现在采取了 一个新的策略 2024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拜登了 是谁呢 是贺锦丽 为什么是贺锦丽而不是拜登呢 因为拜登现在 他从他的执政声望 到他个人的身体啊 越来越多的中间选民 已经不相信拜登了 中间选民 如果在不相信拜登情况下 共和党如果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不是川普 而是德商提示的话 民主党人对此感到非常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现在正在川普化 他的很多政策 都在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特别在非法移民问题上 拜登在上任之前 信誓旦旦的说 他上任之后 要推动这个移民改革 要对非法移民进行特色 今天不但不特色 还要把非法移民驱赶到墨西哥 那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 拜登现在反非法移民 德商提示也反非法移民呢 其实我说啊 这个非常简单的 加法和减法的问题 德商提示反非法移民 等到2024大选的时候 他不会在这个事情上 会减少对他的支持度 因为支持德商提示的 本来就支持德商提示 但是作为拜登来说 是个减法 他开始说要进行这个 非法移民特色 而现在又反非法移民 那么很多支持 原来支持拜登的 这个西班牙裔的选民 很可能会转而支持共和党人 所以在这一点上 民主党人非常的担心 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 拜登2024再也不选了 那么让这个贺锦丽出来选的好处是什么呢 毕竟是民主党最拿手的好戏 第一个女性总统 第一个非洲裔总统 第一个亚裔血统的总统 等等这些第一个 或许让贺锦丽可以得到一些中间选民的支持 这是共和党当中流传一个关于民主党的传说 我不知道这个传说真实性有多高 但是以拜登目前在这个机密文件门当中的表现 以及接下来司法部对拜登的这个调查 我觉得无论是拜登也好 川普也好 因为这个所谓的机密文件 这两个人在2024分别成为共和党 或者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几率将会下降 而一个机密文件可以令到这两个人 如果退出美国政坛的话 民主党内谁会最高兴呢 我想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投降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请254年轻 pumpkin 欢迎大家 med tam准备 留言 Shoot